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燕 涉嫌接受酒店业者性招待 不但躲过了监察院的弹劾 连南检重启调查都还在月卷的阶段 难道绿色真的是原谅的颜色吗 监察院查不到官说记录 倒是把陈宗燕的丑闻全曝光 根据南检的监听一文 陈宗燕从101年12月27号 到隔年同月15号 一共接受八次性招待 但陈宗燕不承认自己是陈董 工程没办法回答那么久以前的事情 这也难怪 因为陈宗燕熟知沟三秀六 咖啡钱等暗语 也指明过不止一名小姐 更强调尽量不要有刺青的 过去率先踢爆丑闻 让陈宗燕火速下台的前立委陈宛慧就大酸 难怪不记得小云了 陈宗燕竟然在整个调查报告里面 调查过程当中 他否认 否认了 就是其实讲白了 他是把小云忘记了 监察院也就片面的去相信了 他的一个说辞 夸张的是监察院报告 仅曝光陈宗燕性招待 却无法调查官说一事 理由竟然是南检 侦办当中无法提供报告结论 仅要求台南市政府检讨改进 更扯的是南检重启调查 超过一年 却根本没约谈过陈宗燕 监察院装税应付了事 即便有少数的监委主动调查 依然不弹劾陈宗燕 台南地检署更摆烂不作为 也让人见识绿色真的是原谅的颜色 记者林俊峰 蔡品涌台北财亡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